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赛规则跟上一季一样 分为是上下半场 全场共七首合唱作品 把整期节目扑的是满满的 观感体验极佳 这期节目当中 不仅可以听到谭永玲和李健 这阵神仙组合的经典作品合编 几位后背的发挥也是可圈可点的 在后半段还藏了一个彩蛋 谭校长独藏三四十年前的作品 可谓是诚意十足了 谭永玲加李健 这个组合的两位成员其实都是发起人 本轮部参与排名 只是以表演的性质 合唱了一首《水中的传奇》 否则以他们两位的身份参赛 那也是太欺负人了 这首歌很明显就是两位歌手的经典 《水中花》和《传奇》改变在一起 不过听完两位的现唱会觉得 这根本就是一首歌 因为融合的太强妙了 谭校长岁数不小 声音机能肯定是有所退化的 但是中气十足 每一句唱出来都是极具韵味 早就已经突破了唱歌的境界 耳中能够听到的只有感动和享受了 李健同样是发挥稳定 声音优远绵长 为这首歌增添了许多的美感 特别是和声的部分 与谭校长的配合看穿是完美 这首歌建议收藏起来单曲循环 钟振涛加冯提莫 这个组合不仅是有着最萌身高差 也是有着全场最大的年龄差了 画面看起来特别有趣 钟振涛和冯提莫在上半场 演唱的是张雨生的经典作品《大海》 中间加入了这首歌的粤语版 全部未免 这个版本也是钟振涛原创的 所以听起来会不会有感觉 只是两个人的声线似乎还没有磨合到位 冯提莫的声线太单太薄了 合唱的部分还是有点违和感了 是这首歌比较遗憾的地方 只不过到了下半场演唱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的时候就好得多了 默契度也开始上升 还跳起来翘飞的舞蹈了 容祖儿加西林娜一高 作为两季以来 唯一一组女女组合 两位又是唱功卓绝的歌手 所以开唱前就已经备受期待了 果然这个组合没有令人失望 上半场的一首小小两人都收着唱 把女生温柔的一面展现的是 淋漓尽致的特别惹人恋爱 下半场的母系社会却风格大变 用极度坚定的态度 把女权的骄傲尽情的挥洒 高音部分更是让整个场子沸腾了起来 强大的能量和两人平时可爱的形象 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西林娜一高还获得了李健的好评 称好声音里巴就有这样的一个摇滚本质 期待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能够听到这个组合更多不同风格的演唱 张信哲加泰一 这个组合是A组最违和的一组 毕竟是被动组队而成的 从风格到性格都是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只不过这也是该节目的有魅力的地方之一了 如何通过音乐去打破两个人的隔阂 就像是上一季的黄凯琴和李子廷一样 最初也是很违和的 到后面合作的是越来越精彩 该组上半场的泰小爱你完全就是张信哲的个人秀 泰一无论是在唱歌还是能量上面都入了不少 使得存在感很低了 反而张信哲唱出了自己的歌来柔润有余的 实力不减当年 到了下半场唱泰一的歌的时候 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他以整个人都自信了起来 发挥也越来越好了 张信哲也做出了非常大的突破 尝试了像暗杀似的 要到背后突然拥抱你 这样一个风格新颖的歌曲 对他这个戏色的歌手来说 是实在不容易的 不知道这样一个合作会不会成为一个切记 让张信哲的音乐生涯后半段 会出现重大转折呢 谭戎林刺客 当然这期节目还有个非常大的彩蛋 就是节目组居然扒出了谭校长 三四十年前亲的歌刺客 并且配合了全场的怂恿 将谭校长推上了舞台独唱 而谭校长也是毫不含糊的 拿起麦就把这首歌还原了一遍 仿佛将时光带回了 那个香港乐坛正在兴起的时代 场下的嘉宾瞬间变成了歌迷 可见谭校长的魅力还是那么强 这期节目的作品都很不错 特别是下半场 各组歌手都是已经有个合资的经验了 队伍他也更加熟悉了 配合的也更加轻松自如 接下来呢还会有团战的赛事 神秘嘉宾X也即将揭晓身份 还有B组的众位强劲对手正在叙事待发 相信后面的节目也会越来越精彩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